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的这么大 这么多元化 你给业务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些业务虽然有风险 但是未来会博取一个比较高的收益 而有些业务需要稳健 给它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这次收购的格林王就具备这样的特点 这个格林王是英国最大的 酒吧零售商和酿酒商 在英国有超过2700家的酒吧 餐厅和酒店 大多数都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 而大部分都是永久的产权 或者长期租赁的产权 可以说是非常保值的资产了 而且还有不错的现金流 李嘉诚向来是不打无准备的账 他旗下的长江实业 其实从2016年的12月开始 就开始战略投资格林王了 此前还曾收购了136家酒吧 并将其租给了格林王集团 获得过价值不菲的租金 但这次肯这么大手笔的操作 也是因为之前做过验证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现在英国脱欧正闹得欢 这个英国的汇市股市 以及房地产市场 都是一片惨淡 对于很多专业的投资者来说 现在刚好是进场 捡便宜筹码的好时机 另外李嘉诚投资英国这么多年 跟当地政府的关系也是不错的 这些对于收购当地的产业 肯定是有帮助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李嘉诚之所以在欧洲 制这么多的产业 主要是为了方便儿子 与泽聚来接班 毕竟李泽聚是在西方接受的教育 之前大部分成功的经验和案例 也都是在欧美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